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彩琳 今天全台都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预估明天跟今天其实天气蛮类似的哦 中午过后都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不过呢这雨势主要是集中在山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地面天气图 这波雨势呢主要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因为西南风呢跟这个陆风交汇的关系 所以其实台湾呢在清晨跟上午之间 容易出现短暂震雨 不过真正的雨势还是出现在 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震雨 提醒您如果明天要到山区去玩的话 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波的午后雷震雨都是集中在山区 非常容易造成瞬间大雨 而且会有溪水暴涨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呢提醒大家的是呢 其实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在明天过后就会有改变了 因为我们大家看到呢是在菲律宾这个地方 菲律宾这个地方的东方 有一个热带低气压 这个热带低气压预计在明天过后 就是星期一之后 它就会逐渐北台 在北台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把西南的水气逐渐的往北来抬升 因此由南到北的水气会非常的多 首当其中南部地区 雨势是绝对会有的 东半部地区会出现短暂震雨 而另外全台呢 都是属于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我们就来看到呢 其实呢会有午后雷震雨 但是没下雨的时候 还是蛮闷热的 你可以看到呢 全台的温度都蛮高的哦 全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 32到35度的高温 不过特别提醒的是 大台北地区的朋友 因为啊 这西南季风的关系 通过了中央山脉之后呢 大排水滴地区的高温呢 一度可以占上36度的高温 所以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蛮高的 提醒你出门在外 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而且要注意防晒 最为大家整理是 未来一周的天气形态 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哦 下个星期二以前 这午后雷震雨的瞬间 强降雨非常的可观 壁挖地区一定容易 特别容易会淹水 一定要特别留意 而星期三过后呢 这天气就会慢慢的回稳了 因为星期三开始呢 这个雨势就会慢慢的回稳 一直到星期四过后呢 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 逐渐增强的关系 所以全台又会回复到 多云大晴的好天气 而最后我们的关心的是 明天台湾各地的 详细温度改况 北部地区高温三十五度 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 中部地区高温三十三度 降雨几率百分之六十 南部地区高温三十三度 降雨几率百分之六十 东半部地区高温来到三十三度 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 外岛地区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 高温来到三十二度 提醒大家气象资讯要特别留意 因为都会无后雷震雨哦